因为是我刚刚被你们家吓到 OK 好 那我给你道歉 我给你道歉 那请你配合一下 主动交付 画面中的女子在包包里翻来翻去 在警员的注视下 从包包里拿出一小包安非他命 就这样而已吗 就这样 确定 确定 警员你除了这几包还有什么 在警方逼问下 女子又从包包里掏出一小包粉末 这次是一级毒品海洛因 21号凌晨1点58分 一队毒鸳鸯开车 经过花莲中正路时 发现有警车 心虚之下违规回转 没想到角度没算准 前后移动好几次 反而引起警方注意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开车的灵性男子 不但没有驾照 连车子都是借来的 而坐在副驾的张姓女友 则有毒品前科 警方立刻请两人下车检查 女友也在下车后 主动交出身上的毒品 乘客主动交付 身上所携带的海洛因 及安非他命 全案依毒品违害防治条例 移送侦办 另外在桃园则发生 一起酒驾爆胎 遭警方逮捕的事件 驾驶在家喝完酒后 出门买宵夜 车子却爆胎 卡在路中 被巡逻警员发现 远警一靠近驾驶 立刻闻到浓浓酒味 毒烟秧和酒驾男子 都是心存侥幸 结果一个都跑不掉 双双被警方逮捕 记者刘起焦刘志展张志仁 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